云端上面还有放一些东西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像讲义 我在这边上面有放一个讲义 这是我自己就是课内的一个讲义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那当然里面的话 我除了说证照之外 还有讲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就之前我有讲到 比如这几个观念 ABCDE 这些其实都还蛮重 另外的话就是环境设置 懒人包这些其实 那跟云端白板有点类似 只是说这个是一个PDF档 你可以下载 如果你需要一个讲义的话 就自行下载 那另外的话 里面会有说明到 比如说怎么去做的 其实这个云端白板上面也有提到 另外的话也有提到一些像 第二个单元 基本的预法结构 与结构控制里面 比如什么叫变数 这边有提到 其实当然变数 根据我们上一次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想如果你有直接撰写的话 你会比较明确知道 到底是什么叫做变数 不太需要说用理论的方式去使倍 其实简单讲起来 变数就是我需要放一个东西 放哪里呢 放在变数里面 这个变数放 它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变数 那变数的话当然 在那个Python有个特色 跟其他语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不需要预先宣告 像如果你以前有学过其他语言 大家知道 你如果用一个变数之前 你需要先宣告 它这个变数 我要先跟记忆体先申请 意思是先跟它申请 然后另外也要先预先 给它一个资料形态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要放自串 你就要先宣告为自串 那你要放整数 你就宣告为止 但问题是Python不需要 OK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你第一次给它什么 它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输入的时候 你输入一个整数 它就整数 你输入一个小数点 它就是小数点 OK类似有这种概念 跟其他的语言有点不太一样 不需要特别的去宣告 然后其他这相关的理论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理论的说明 然后直接放进去 它就变成是什么形态了 另外注解符号 这边有提到 还有就是说一些变数的规则 记得你的变数名称不能用数字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如果说 我用W 假设我用什么 用E的话 E等于 E就是一个数字 你用E当变 不可能不行 但是如果你用什么 你用W E可以 就是说你前面加一个英文 然后再加一个数字是OK的 当然就不能说你单单只能用 只是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数字当成变数名称 这点是不行的 所以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OK 那不能有什么呢 底线以外的符号 比如说特别说 一般习惯你可以W底线E这个OK 但是如果你W.1这个就不OK了 因为他看不懂这什么 所以特别说 比较安全的符号就是底线 或者甚至你如果安全一点 连那个符号尽量就不要用 这样会比较OK 尽量避免程式撰写错误的话 以后你就比较不会有bug 反正其实程式很麻烦 一定要100分 差一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你尽量 有些危险动作就不要做 明明就是不行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减号 减号 他也许有的时候可以 那当然我 比如他run没有错 可以过 但问题说尽量还是不要 因为这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动作 哪怕是可以你也不要去做 就像说台风天可不可以去游泳 OK去海边游泳 会不会怎么样 可能会怎么样 也可能不会怎么样 那危险我们就尽量不要做 OK不然的话就会有切身安全的问题 OK 那可不可以飙车 飙车会不会怎么样 大部分人都不会怎么样 但是少部分人会怎么样 所以有危险动作就不要做 尤其是程式一定要100分 差一个地方都不行 所以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写错 那你写起来就会非常的顺 OK 那如果你实在写错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云端上都有我写好的那一份 OK的完全不会有问题的程式 那怎么办 你可以拿我的贴上去 或者贴到下方 跟你做错的那一行比对一下 有的时候或许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千万不要乱试 有同学反正有答案在那边也不看 然后就直接在那边乱改 改改改 然后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真的错 我跟各位讲 因为你们的动作我没做错过 就像说你会问我说 老师你要怎么当坏人 我明明是好了 你问我怎么当坏人 我怎么教你 对不对 应该是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我只做对的事情 OK 那我不会做不对的事情 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我做不对的事情 我怎么回答你 所以你如果有时候做错 说真的我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过那种 OK 所以有的时候当然 应该 OK 因为常常有同学问那种问题 那我算 OK 好 那不能用保留字 什么叫保留到很简单 比如说里面会用到for 你不能用for当变数 你不能用file当变数 因为就里面用到那些 系统里面会用到那些字 都不能用就对了 OK 这是一个命名规则 其他的话有一些表示 什么3加5等等的 这些叙述我想都跟 就是一般在用数学的逻辑差不多 差别只是说像这个百分比 这个就是求余数 另外还有除除 我上了上了 另外除完了结果放在a 这个等号是负语的意思 把后面的东西 做完的结果怎么样 帮我负语到前面来 OK 做完之后负语 所以这个等号 你不能把它解释为等于 这个等号应该 我觉得比较正确的 这个解释方式 应该是把后面计算的结果 负语到前面去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比对两个是不是一样的话 那不是一个等号 是两个等号 OK 所以两者不同 这个可能规则性 慢慢要习惯 如果你这个习惯以后 你就很直觉 可以把程式写出来了 OK 那现在当然业界现在要的 就是很直觉 可以写程式的人 而且想到什么 就可以写什么 当然如果你可以达到 这样的一个 就是业界要 那当然自然 你就是对的人 那所以他大概会 就是要你秀一些作品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现在可不可以 开始累积一些作品 然后当场可以秀 第二个的话 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测试 比如说上给你的题目 那是证照考试 然后考完之后 你才到下一关 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你都能够 就是过美观的话 自然而然 这机会就是你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然后其他的话 相关的东西 我们就有做一些练习 比如说 怎么去把东西 放在X1到5 分别就是自串 整数 幅点 还有这个是串列 有没有 串列一定是中瓜糊 然后里面放很多东西 这是计算结果 另外的话 还有转型 转型部分的话 如果说我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Froader Froader就是有小数点 浮点 一般叫浮点 那如果转成整数的话 INT 转成自串 那就是Street STR OK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如果 像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到的 如果我不确定说 我到底里面的东西 应该是转成整数好 还是转成有小数点好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叫什么 EVALUE 这个 OK 反正呢 如果你放进来有小数点 其实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的是什么 输入input 转成它是170.5好了 它怎么转呢 经过它之后的话 它会帮你把这个拿掉 留下里面的东西 那就是175点 就是里面如果点5 那就留下 可是如果你里面不是放这个 是170好了 它一样嘛 把这个拿掉 里面就170 所以这个170就会放在 就变成INT了 等同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的话 等同是这个方法 所以 以后好像似乎用这个 来取代这两个 好像似乎会更好一些些 OK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有时候如果你确定是辅典 你就用Floach OK 如果你确定是整数 你就用INT 这个至于怎么使用 这个你灵活使用 你不是用死倍的 那也没办法死倍 那最后如果说你想知道说 里面的形态是什么 你可以用Type 记得外面要包一个Printer Printer里面的资料形态 我就知道说 到底里面是放什么东西 OK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可能我上课没有特别讲的 你们其实也可以到讲义里面稍微看一下 包含就是说 像请字号开头加注解 如果要大量注解的话 就Ctrl加斜线 这个也蛮重要 比如说我今天要 这个程式里面要加注解的话 那我就是直接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选起来 然后按个Ctrl斜线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个范围的程式就被注解 那取消的话就砍作加斜线 这样就OK了 那其他细节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自行看一下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讲义 如果你有需要这个资料的话 可以到这边找找看 那另外的话呢 我在云端上面还有放那个 就是正照考试题 那这个跟你们拿到那个书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内容 只是说这边只有题本 那比如说第一类好了 打开 那里面的话 不过我目前只有放双数题 只有放双数题 就102到110 那单数题我目前是没有放 那为什么只有放双数题呢 其实请各位大概再把那个题本 稍微看一下 然后慢慢去做练习 比如说像102好了 那各位也可以稍微了解 比如说在我们云端上面 这边证照考试 然后到底考什么 目录这边有 或者你书里面也有 其实这五类 就是第一类 就基本的程式设计 考这些东西 其实大概就是说 我们前面练习 会有像变数的使用方法 OK 然后最重要是格式化输出 什么叫格式化输出呢 就是说我们像上一次 有讲到format 关键的地方 format 比如说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就是.2f 有没有 OK 然后前面要留几个字 比如留10个字 那就是10 那对齐方式 有靠左 至中 靠右等等的 那你就要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资料的话 在我们好像云端上面 我有放第二个单元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有个format 这边也有一个相关说明 其实也看 不过看这个倒不如实际上做过一遍 你就比较清楚一点点 然后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举那个第102题好了 102题它主要是希望的 未来你假设看这个题目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先看输入 再看输出 然后呢 再了解它到底要你做什么 比如说呢 它要我们输入这四个资料 那你就怎么样 分别去输入了 那怎么输入 我demo一下 比如说我假设这个已经做好了 我把它执行一下 让一下 然后输入四个东西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什么 把第一个输入 比如说第一个是23.12 Enter一下 但是它缺点就是它没有跳那个 请输入第一个字 请输入第二个字 它就直接要你输入就对 那你就照着什么 照着一个顺序把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呢 这个是输入 按Enter之后的话 如果输出的值 跟底下看到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这一题是做对了 比如说329 Enter最后输入1234 它的需求1234 最后Enter之后的话 要能够看到底下输出结果 OK 有没有 它要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 它要输入的资料 你把它输入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要看到跟这个要一模一样的结果 那你就得分了 那你想说到底哪边需要做什么 其实它底下题目也有叙述 就是说它要栏宽七个 意思就是说 这边要七个字 然后中间空一格 再七个字 那前后会有这一杠的符号 OK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什么 那渠道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边的话 它说渠道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就跟我们上次那一题 BMI的输出有点类似 OK 所以也许待会我们先 再练习这个102题 请各位就是先稍微看一下 我刚刚提的 我大概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的讲义在这边 第二个呢 我们正照的题在这边 请各位先看一下102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我们来讲 这个假设如果你今天 针对102题 那要怎么做 这个解答 OK 那其实程式非常的简短